各位朋友 你們好 現在來到金手指這部電影 叫做一個簡短的分析 因為如果你要分析整部電影 就很長 另外因為YouTube有很多限制 所以現在我這部電影 就會用手動的方法 一直錄影 去分享我的心得 因為一部電影是很複雜的 如果你要評論的話 要不你整部電影都看完 然後就寫一個讀後感 長常加長 因為通常讀後感 就比一部電影長幾倍 很難搞 所以評論電影都是精簡為主 YouTube上上載的影片 如果像現在這部電影 它的上限是10分鐘 因為有版權的關係 其實在這裏順帶說 其實如果它有版權的話 在YouTube上 如果是YouTuber播放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叫做 CCcontain 類似的東西 就是你所播放的收益 就是全部是歸入化行箱 註冊了化行箱 因為YouTube的AI很厲害 它自己會篩出來 所以 如果是播放的話 根本上YouTuber 是不會有什麼利益 可以收得到 諸如此類 所以這也是YouTube想出來 一個很Win-Win的東西 長話短說 分析一部電影其實都頗複雜 因為它裡面牽涉了電影劇本 導演拍出來的感覺 接著是演員的演技 接著又有背景的裝置 接著有攝影 燈光 接著有時會有動畫 接著有配樂 或者有些主題曲 所以很複雜 每一場戲都很複雜 那麼 現在我嘗試將這套戲 使用這個方式分成十個片段 我分出來的時候 就未必是跟著 那套戲的長口的次序 因為我覺得有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先或後一點 總之每一場就分析它 這套金手指 金手指這個名字 其實有些人會說 二五仔那些專門出鼓劃的人 或者是一些很反叛的人 我覺得這個金手指 還有另一個解釋 就是一些人做生意 為了做生意 應該為了要找銀 就不擇手段 這樣去找銀 好 我們現在開始 因為這套戲嚴格來說 都是表現梁朝偉先生的演技 就著這套戲裡面 梁朝偉先生的角色 其實他都是一心要盡力去做生意 總之是不擇手段去做生意 我將他的演技 就變成 用一些形容詞 就是用一個比較 古畫的間 總之是一個很有智慧的那種間 這裏就牽涉幾種間 我們現在彈回頭 彈回頭的位置 這是我自己剪接出來的東西 首先就是那個迫環 其實這套戲是說 梁朝偉先生 他之前在其他地方生意失敗 現在就來香港這裏 就試試在香港發展的時期 看看可不可以翻身 接著來到這裏 誰知他就遇到任達華先生 任達華先生 就是有導他去 開始在香港這裏 就是做一個很聰明的 騙人的方法 我就將他裏面其中一段 就放在頭上 大家可以在那條片 就是在之前那條片可以看得到 其實他就是很有偉論 那個偉論 當然就是一個生意人的想法 就是他一開始就說 這個地方是穩定的 你不要虛無編編 就是要全力穩定 他的理念就是穩定 就沒有什麼正義在裡面 當然大家看過這套戲 他也是為勢所迫 一開始就是他就教梁朝偉先生 就是在香港是怎樣穩定 在這個時代裏面 那麼 那麼 那梁朝偉先生一開始的時候 他這種奸就開始 咦 好像是 就是穩定是最重要的 那麼 其他都可以先放下 他這個呢 我就將他形容為 一個 開始合謀的奸 就是開始進入一個魔道的奸 但是在生意人裏面 就是當初是沒有良知的 就是在那時候 總之全力以赴是去賺錢 就是他的王道 那麼當然導演就非常精心 那麼你看到那些場景 那些東西 就是有時這些應該 有機會都是錄幕出的 那麼他就是要做回當時 香港準備起飛的情況 是的 那個環境 那麼跟著就是一路去 他 任大華先生就一路說 香港的情況給他聽 那麼他這裏呢 都有些地域的 所謂政權 或者是金錢 那個聯繫的那個糾結 那麼他就說 他的中心點就是 在這一棟的金山大廈 那麼這棟金山大廈呢 就是英國人 就是展準反則 就是 是被香港人買了 接著英國人又再買回來 就是在這裡交代著 就是導演說 現在在這個交著時期的時候 兩幫派 或者其他幫派 都會加入來在這裏找 就好像以前常海泰一樣 就是總之就是要盡情去找 有些爭鬥在這裏 接著有梁晴偉先生 就是在這裏呢 就是一個開始合模的間 你看到呢 鏡頭畫面就很正 就是利用了類似車窗 我們坐車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試鏡手法 就拍攝到一個半透明的 就是車窗裏面的人的臉 大家可以看到 梁晴偉先生 你看看 這個就是開始去想了 怎樣可以在這個地方發揮 目標就是要買起座金山大廈 這個就是他的奮鬥目標 那導演是非常之好 引入這裡 攝影也非常之好 還有這套戲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攝影位 都是很著重梁晴偉先生的內心戲的交代 是比較難做的 不是每個演員可以做得到 有這麼多種腦裏面想的東西 這個表達 梁晴偉先生是無容置疑的 他做到 去到第二條調查 第二條調查 這個就是有看過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他 任達華先生一開始的時候 就請了梁晴偉先生 就想著就困求仙的那個叔父 就為了封過蝕本門 就想困求仙的叔父 就買了他的那些屋 請了梁晴偉先生出來 就扮這個有錢人 就是以前那些拿督的富豪 在這裡梁晴偉先生 這一種就開始散放 另外一種奸 這種奸是什麼呢 就是一種很聰明的奸 你會看到開頭的表情 一出來 我應該怎樣做呢 然後 是呀 可以 要做一個 困這個叔父 那樣東西出來 然後你會看到 你看到他的表情 那個進化非常之厲害 由一個比較審慎 因為他不能出錯 一穿風就沒有命 然後到了一個假裝的表情 很聰明的表情 所以這些就是資深演員 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些下托眼鏡動作 就應該 量度定在這裡 因為以前那些 仍然有機會 戴那些掛在鼻樑的眼鏡 即是沒有耳耳的 那當然他這副眼鏡 就是有錢人用的 但是普通比較小康的 仍然有時會戴一下掛耳的那些 然後會托一下眼鏡 那這一下動作 他就引伸了下來 就有個肢體動作 去給臉部表情 和眼神表情 那又是非常之到位了 好 那接著一路去 那當然就是在這裡交氣了 一路交氣 好了 那接著就 看看那個叔父重不重計 那當然下去 他當然就有少許重計 好 這裡開始 開始表現到 他那種聰明的眼鏡 可以看到梁朝韻先生 那種表現是 這種聰明的眼鏡就不同 剛才那種 因為剛才那種是困牠的 但現在這種眼鏡就是一些 以前有些人是口蜜蜜劍的 他的樣子好像對你很好 實質上就要捅你一刀那種 那梁朝韻先生就在這裡 做到這個表情 尤其是在一陣子的動作 你會看到 開始困牠 你要看到他一直在這裡換表情 尤其是眼睛 你看看 因為通常要做這種困人的事 牠的眼睛要很堅定 要令到對方先相信你 然後下面這個位置 現在我圈著這個位置 牠就在表現 哎呀 我現在在出狡惑 所以看牠的樣子 在這裡有上下表情 當然梁朝韻先生這些演技 就沒問題了 在拍攝上 都是很著重眼神 眼神光光的東西 好 接著去到後面這裡 後面這裡就是 問牠 咦 為什麼要買這層樓 即是不值的 為什麼你還要買 為什麼 以前那個年代 拍攝的電影 很多時候都會逆光透煙 導演就想做這些東西出來 當然沒問題 你可以看到梁朝韻先生的表情 是的 可以看到他一路去 去做一個懶是誠實的表情 這件事是很難的 然後要怎樣捆它呢 這是以前的溢光煙 要拍得漂亮不是容易的 不是經常拍得那麼漂亮 好了 怎樣捆它呢 那些煙通常以前拍戲的時候 就是吞托的背景 用來支援現場的氣氛 那這個就是鑽它的古惑樣 所以這些就是資深演員 我猜一下而已 其實根本上它是一個空殼 但是要做到這個演技 就不是人人可以的 很誠懇得泥 好像很誠實 但是又很奸 然後這場戲是這麼容易 因為這場戲 都是拍到以前半島酒店的場景 那個氣氛 因為你看到酒瓶 都是當時的產品 好了 這裏很重要 又是第四場戲 這個不順序的 我才聲明 這個場口就是 首先 他就說 這個 加盟集團 就是梁朝偉先生做CEO 即是做主席 但是梁朝偉先生 就說我不是主席 這位阿薩才是主席 裡面就是一個 一個叫做交替補償的奸 因為在這部電影裡 其實有一個資節 就是這位阿薩的角色 也叫做家文的名字 其實梁朝偉走爛過來的時候 他的前妻也叫做家文 在這場戲的時候 其實之前 當然他們有過少許聯繫 也有少許感情位在這裡 但是在他後面交代 就是說阿薩已經見過梁朝偉的前妻 在這場戲裡面 阿薩的表現也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待會一轉身的時候 那個表情亦都是無寧兩可 因為他就是在做梁朝偉的老婆的替身 但是阿薩在這部電影裡 開頭的時候 都是有點喜歡梁朝偉的 所以在這裏就有少許身份尷尬的出現 好 我們來看看 你可以看到梁朝偉先生的表情 在這裏想著 我不是主席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一個替代品 你記得對他來說 對他來說 對他來說 好 這裏 你可以看到 這個張家文小姐才是主席 你看到阿薩的表情 很無奈來得來 就有一種替代品的感覺 哇 這件事有多重要 對了 這個表情很難做 可以看到 然後又默默去承認 對了 你可以看到全程雖然那幾秒 但是下的苦工也不少 好 接著下一場戲 下一場戲就有少許特別 這個就是 劉德華要想到梁朝偉 怎樣出鼓 去賄賂人 他一直以來找不到證據 接著來到這裏就開始找到了 首先說一說 這個是很亡言的 因為他未想到的時候 腦子還是一片恐怕 很亡言 現在 武漢扮演的角色就是他的手下 就說 現在有一些線索 接著叫一個大學生 即大學生是一個統稱 一些比較高智慧的人 可能在警隊裡面高智慧 或者在外面請回來高智慧的人 就知道 就說有一些線索 就告訴劉德華先生 你可以看到劉德華先生 在這個角色裡面很沉重 劉德華先生在這套戲裡面的角色 都換了幾次的心情 都是類似以前的《無間道》 都是難做的 然後高智慧的重點就是以前 即是那些走私漏稅的東西 後來的戲有些是用打機的模式 去做一個密碼上的東西 交換 即是不要讓警察查到這些東西 他早期就用數字 一邊解釋 這裡是值得讚的 因為這位演員 我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 他背這段稿的時候 因為他是一鏡過 當然裡面有剪刮 但是他的表達這一段的台詞 即是他講的那段東西 是很密集的 他是非常之好 說得很密 那些數字 他應該是下了很多苦工去配的 有時那份稿 演員那份稿 有時真的很佩服演員 可以說得這麼流利 因為我們這些做幕後的事情 總之不是出鏡位的 說話說得很慢 但是他們很精準 這個是值得要佩服的東西 當然一邊解釋一邊解釋 接著還要加上一個很興奮的表情 形體動作之類的 劉德華先生 可以看到他就開始由黃言 就開始轉去 咦 是的 有些線索 你看到他的表情是轉了 是轉了一個很… 即是… 由裡面散發出來在想東西 那種感覺 吳浩康就… 在這部電影都可以 做出來都是一個手下的感覺 都是叫… 對… 好… 接著一邊去… 一邊去… 一邊去… 這樣… 好了… 在這裏 接著他就想到… 咦… 就是痛腳 這其實是呼應著他之前那段戲 他之前那段戲我放在後面 一會兒就會說 他之前那段戲是說梁朝偉想賄賂他 當然劉德華都好像有些心動 那他其實是有些愧疚的 即是在這段戲裏面 所以他就很… 即是要立定決心 就要拉到梁朝偉先生 所以他裏面的氣氛 亦都是腦子在不斷想東西 都是比較內斂一些 因為他有個愧疚感 在這裏他已經換了第三個表情 接著說這個… 接著第四個表情 變得開心了 即是想通了 吳康也交到氣 對了… 就說喂… 通了 知道他們是用股票去當錢 這個鏡頭很多時候有的 通常留給下一場戲出來的時候 通常導演都會做一個留白的鏡位 例如有些就是一路移動過去 接著演員轉身 有些就是或者起床 接著走路之類 有很多方法去表達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好… 接著去到第六場 第六場我特意剪輯了他這段戲 其實是沒什麼說話的 只不過是劉德華說 我們是誰誰 現在是想找梁朝偉 這段戲是什麼呢 就是曝光的場景 豪華的場景 你看看 一路去一路去 在那個年代有機會是這樣的 一路要曬那些場面 要面子 所以他要有很多人在這裏 和很豪華的裝修 就是用來表達那個人很奢華 亦都是很富有 他一路走一路走 這些就差不多是 表現了以前的年代 導演都找得不錯 因為要表現了年代 要表現豪華的東西 很多時候會用鏡子 反射做豪華 接著會用銅的裝修 以前做生意是有少許 叫做裝潢的風水 銅代表金錢 然後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 接著劉德華就一路看一路看一路看 其實這個全部都是引渡 他來到梁朝偉的收藏藝術品 他在後面的戲 是互相呼應的 因為劉德華去找他的時候 你看到那些是文物 這些是文物很高尚 之後那場戲 就換了紫綴金迷的美女 這件事就成為了一個對比 這些是有料的導演才能夠做到 或者是編劇加導演才能夠做到 接著這些就是富麗堂王 以前富有的人 做生意的人通常都是有少許迷信底 要不就是找佛像 又或者是找一些風水的東西 例如現在的劍 其實拿來叫做一個鋒膀的東西 接著有些以前的文物 當然是皇帝用的東西 或者是高官盡著用的東西 來提升自己的運勢 和格調 這些古董通常都是輔助他的生意 這個廳 以前或者現在也是 那些超級富豪 通常都會做樓梯做角樓上去 通常都是這樣 突顯了樓底很高 很富麗堂王 接著你看到這些位置 有些類似雲石之類的裝修 這些是國畫的裝修 通常都是這樣 要不就是用雲石的紋理 要不就是用那些畫的畫風 即是很大幅的 譬如很簡單 譬如以前唐伯虎的畫 來襯托氣勢 他在這裡就是用了畫 接著就突顯到 他是一個很奢華的人 很富貴 好 來到這裡 來到這裡 他一直走過去的時候 其實這裡有一個對比章節 對比章節就是 大家如果看這部戲的時候都知道 他在這個門口進去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廚房 很刻意的 導演安排很刻意 梁朝偉喜歡自己一個人 因為他一個人才想到很多東西 想到很多東西 還有突顯了他有一種性格 那種性格是什麼呢 就是他已經到達一個無敵位 即是很孤僻 日本人都不是很多時候跟低級的人交往 之類的 他是一條伏線 那他進去就是一個廚房 跟外面的位置是格格不入的 就是廚房很小的 對比起來 這是一個有料的編劇 導演就會做到 視頻方面都比較正常 好 來到這裡 來到這裡就是 我抽出來的畫面 我沉氣一點講句 就是不是跟電影的順序 好 這個就是 大顯島梁朝偉那種無敵的奸 他是很寂寞 很無敵的奸 在這場戲裡面 其實他想拘捕劉德華 但是他在人生裡面 都已經沒有什麼敵手 所以就很想有一個人跟他為敵 在這場戲裡面 大家都是在交一個很強的內心氣 一開始梁朝偉就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他這些動作表情 其實他在玩弄著劉德華 但是另一方面 就想試探劉德華 到底這個人可不可以跟他為敵 因為他已經進入一個無敵狂妄的狀態 都是很想找一個對手 因為他已經沒有了對手 其他方忠信這個角色 就好像當是拍馬屁 所以這些人可有可無的 在他心目中 然後他想拘留劉德華 劉德華有一點被他煽動 劉德華在交內心氣 在裡面很鬥爭 到底怎樣呢 為了家人 我能否讓他心買好呢 這種鬥爭一路出來 你可以看到他 是了 很忘言 是了 很忘言 是吧 你看到梁朝偉 兩個真的在對戲 一個很忘言 很鬥爭 一個想找一個對手 是了 然後在想著 在想著 就是了 從一個亡言 然後一個鬥爭 然後一個沒有決定是否被他收買 然後梁朝偉就一直表現 你到底是否被他收買 他是一直在互相爭鬥 兩個人在爭鬥 大家都在找對方的底線目標是甚麼 梁朝偉當然是無敵是最寂寞 想找對手那種 所以他現在 這個是很試探的 很無敵試探間 然後劉德華就在這裡 入魔 然後真的煽動到了 你看梁朝偉的眼神表情 在等著你的答案 到底你是否一個低B的人 或者是我的對手 他就充分期待這種喜悅 這場戲很重要 劉德華 你看到他的眼神 他特意表達 就是我去不去摸鬼妥協 很難做 很難做 特意眼睛的位置 你看到眼睛的位置 有一點反白 代表他被不被魔鬼收買 他都決定了 好了 被魔鬼收買 你可以看到他很無奈 就是入魔 很無奈 好了 梁朝偉在這裡 亦是去到他的終點 他的氣氛 好 大家看到他的動作 表情 一路去一路去 沉思 一路的期待 原本是很喜悅的 希望有一個對手 誰知道原來這個對手 是這麼失敗 你看到兩次位 那個表情 失望 原來找不到 原來他也不是對手 很失望 又好像沒有了一個目標 你看到 嘩 又一次失望 沒有對手 沒什麼玩 然後劉德華就在這裏見到他的表情之後 知道有很多東西 很後悔入魔 你可以看到劉德華的後悔表情 所以這些就是資深演員做的事 好了 梁朝偉這個表情就很特別 這個表情就是說 唉 你也是一個低B的人 浪費鬼氣 浪費個時間 所以在一場戲裏面 梁朝偉和劉德華裏面 又換了幾個表情 你說多難做 對了 對了 我們剛剛講的什麼 由一個 由一個很期待的對手 跟著很鄙視的對手 哇 這種演技真的厲害 你看看 其實梁朝偉 那個眼神表情 就是很多現今的演員 真的要努力一點去練習 對著鏡子 好 接著下一場戲 就是梁朝偉去報仇 弄鬼劉德華一家 每個人都很好演技 劉德華老婆就說 你拘捕不到她 就不要回家 很熱血 好了 這裡 很熱血之後 它是有一個對比的 編劇也是挺好 正常來說 梁朝偉就應該很生氣 劉德華也很生氣 對 因為劉德華要報仇 好了 接著 這次 編劇就安排 陳家樂出來了 這個就是陳家樂 在開場開場開場的時候 已經出現過了 他是找一支槍 對著劉德華的 好了 陳家樂就是出來 做了一個醜角的角色 誰打人 誰打人 就是諸如此類 當時是這樣的 當差是這樣的 沒有現在那麼文明 在這裏 導演和編劇都帶出一個意識 就是 警戒合作 就呼應他之前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那個年代 廉署是真的去查 那些差人有沒有收那些 陀地 那些收片 收那些陀地 那些差人曾幾何時 是反廉政公署的 所以在開場那場戲 就拍著陳家樂 很生氣地指著劉德華 當然大家看回這部戲 在這裏他是呼應的 現在是警戒合作 去打擊貪污的活動 所以安排得很好 陳家樂的角色 就是出來搞搞笑 就說打完場了 誰誰誰 沒人看見沒人看見沒人看見 就搞笑 就緩和這麼緊張的氣氛 接著下一場戲 梁朝偉都說 警戒一家 哪一家來玩 這些梁朝偉的表情 是真是 真是很碰當 好 這場戲是挺正的 這場戲就是 梁朝偉 就是一種被挾持的奸 這種挾持就是 比較複雜 這段戲當然有很大致的場面 就是剛才那位夾他倉 夾他倉的意思 即是把他的錢 騎夾了他 或者是花了過來 交給他自己 即是轉移 股價升得很高 突然夾他就暴跌 那他的錢就沒有了 因為以前那些人 用1億可能買10億 那些炒期戰 就是這樣 梁朝偉就是 被人挾持的奸 他的表現都不錯 做到那些很凶狠的事 你看到梁朝偉 被人挾持的奸 他正在想 你這個壞事 你很厲害 你比我還要聰明 因為梁朝偉這個角色 他自認是很聰明 但是現在是有人比他聰明 他當然是很不服氣 很不服氣 他的內心在想 咦 我怎樣可以贏到這個人 諸如此類 當然在這套戲 就會是 梁朝偉就傷亥了 求生我偉 這個就是 一邊連貫下去 一邊交氣 就是我怎樣可以贏到他 但是現在他比我聰明 你看到 有一個被人挾持的感覺 又正正上上 即是很憤怒 接著要復仇 大家可以看到 接著要復仇 所以這些就是 是由內到外的演技才行 所以這套戲 有很多東西看 好 接著一路去 好了 時間了很多年了 這場戲就是 劉德華用了15年左右的時間 去捉一個人 一個道德的價值觀 在這場戲裏面交代 就說到底值不值得 去捉一個人 就要回十幾二十年 去捉一個人 到底值不值得 這就是給 觀眾或者社會反思 這些又是 導演的精心安排 編劇精心安排 其實這場戲就是 打擊罪行 就揭而不捨 這種這麼堅毅的精神 就在廉柱裏面出現 或是警務人員出現 諸如此類 導演就在這裡表現出來了 梁朝偉這一種 又是帶有一種 呼應之前 劉德華入魔那一刻 所以 他們兩個在這部戲裏面 是有幾個鬥氣的情況 梁朝偉現在就做回劉德華 那時候入魔的情況 接著很無奈地驚醒那一刻 就反過來是魔鬼回到驚醒那一刻 所以你看到他的表情 就是木無表情 我這樣做是否真的錯 是否真的錯 即是內心仍然在爭鬥 接下來可以看到 沿著劉德華一路說 一路說 一路說 好了 一個時間性 劉德華一路說的時候 梁朝偉 表情就要一路轉 那這些場口 一定要資深演員才行 你會見到他 我現在逐格去的時候 你會見到 他們都在 一路對戲 你一路對戲 一路對戲 我們真的以為 你沒事嗎 那assa 暴徽 表情很得席,因為他成功了 現在反過來,梁朝偉就失敗了 你會看到 他懷疑,接著是驚醒 驚醒 終於被你打贏了 那種感覺 在這場戲裡 代表了梁朝偉 被人打敗的渴望 可以這樣說,比較衰 他終於有人打敗他 他被人純復他的野心 所以他這個動作表情 是極度無奈的表現 在拍攝上,當然是燈光系統 因為他是背著窗 所以多數會用罩 用罩,雜速一些光 下來是劉德華的塞 然後在梁朝偉 是特地製造一個空 在這裏下一個 然後在梁朝偉 下一個 所以在這裏表面 就好像是一支燈 實際上應該是有兩支燈 因為你看到那個空 這支燈應該是在劉德華的後面 下來 然後梁朝偉這個位 你會看到空的避良位在這裏 所以梁朝偉這個空 在這裏表面 理論上應該是第二支 在這裏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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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接分上去講講它這個畫面 在拍攝上 因為它現在梁朝偉是坐在窗的裏面 所以是一個逆光的位置 用燈那裏就比較特別一點 為了要做這個控 導演指示燈光組那裏應該有一個Sport 當然是電影用的Sport 不是普通的Sport 很柔光地下來 接著集中在梁朝偉的面旁 這個控應該是劉德華樣子的控 他專門這樣做的時候 會認聚到梁朝偉的眼神 即是終於被你打敗了眼神 就看著劉德華 說你厲害 我終於被你打敗了 那種挖強 放大了 那種挖強的感覺放大了 所以有時 在燈光上面 那個控制也是一個很高的學問 尤其是這類型的戲 他們很想寫實形式去拍 不想畫面太過數碼化 想拍出真實的感覺 大家可以看到 梁朝偉先生的嘴目目無表情 但有少許竅 即是說 你這個壞東西 你終於擊敗了我 我已經沒有對手了 他的意思是這樣的 所以 在這十個場口裏 我盡量去講解 當然觀眾朋友 你看了 也有機會是有不同的觀點 電影和音樂一樣 其實每個人看的時候 都未必是跟編劇編出來 或者導演拍出來的感覺 是一國一致的 為什麼呢 觀眾是有幻想空間的 當然導演說想這場戲怎樣拍 我們是理解他怎樣拍 但是我們有思想空間 觀眾有思想空間的時候 就會想其他東西出來 那一部電影才會更好看 或者是一部好的電影 就會給觀眾有其他的幻想空間 這樣才是為之一部好戲 因為有些戲看完 他講了什麼 沒有東西看 那些就比較平容的戲 當然他今世之這部戲 就內心的戲的表達 就這班的癡心演員 就全部都表現了 那麼小弟覺得 就是我覺近年裏面 都是屬於一部好片 那麼大家未看的朋友 都可以再看多次 就是再去看 那麼如果看過的 去看多次 那這部電影就要投入一點時間去想 因為它剪接的時候 它是有很多倒序的東西 還有中間有一些支節 就像金正傳那樣的 就是插一些雜枝下去 那頗特別 頗好看的 那這條片是有到這條先 那麼我嘗試一路說這些片的時候 我一路嘗試想想方法去再改良 看看怎樣精簡 但是就很難 因為電影裏面實在太多東西 好像開頭的時候我已經說了 好 我們下條片見 Thank you 大家 多謝支持